我们快点 我们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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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3月11日 东日本发生9.0级大地震 这是日本史上最大级别地震 强震一波接着一波 山川崩塌 大地军烈 紧接着海啸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在真正的自然灾害面前 人类显得比尘埃还要渺小无力 一部有死亡镜头记录下来的影片 东日本大地震 这天风和日丽 福岛的海边 阳光将海面照射得刺眼夺目 大海和往常一样平静美丽 福岛某中学正在举行毕业典礼 学生们在憧憬进入高中校园的生活 某小学的运动会上 孩子们为伙伴呐喊加油 一切都显得自然美好 可就在三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半过后 一场可怕无法预知的灾难 将这一切美好摧毁 强烈的地震将整个城市晃动 写字楼 大马路 商场 所有有人的地方都发出惊恐的尖叫声 震源来自东北洋130公里处 震感高达九级 工程县大骑士的一处会议大厅内 所有人的手机传来地震警报 起初他们并没有当回事 可是很快恐慌笼罩了大厅 同时日本的大都市新宿市 邻里的高楼群发生了晃动 东京湾沿海地区发生大规模液化现象 工厂天然气泄漏发生火灾 各地道路如断层般断裂 到处都是山体滑坡和塌方 这空前的强烈地震给日本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灾难 但这只是刚刚开始 地震发生后的下午2点49分 沿海城市发出海啸警报 距离海啸来袭只有30分钟的撤离逃难时间 沿首县路前高田市 有人刚刚从超市逃出来 有人在整理震后破烂的杂物 养老院的护工正在组织老人们有序的撤离 而此时的海岸却发生了异常的情况 海水全部褪去露出海底 距离海岸一公里的市中心 完全看不到海边的情况 只能听见防灾广播在反复播报 让所有人立刻去市民会馆避难 不过此时的人们似乎并没有感觉到 即将有大难临头 下午3点25分 海啸的前奏已经抵达路前高田市海岸 所有临海市民向地势高的市民会馆逃难 3点28分 在市政厅工作的人们 也开始向对面的市民会馆避难 伊藤和麻衣是同会社同事 他们一前一后向市民会馆移动 在走到马路边时 突然有人惊呼 海啸来了 麻衣立刻折返回市政厅 距离逃难仅差一步 38秒后 海啸瞬间将城市吞没 海水直逼市政厅顶楼 而此时市政厅对面的市民会馆 早已看不见顶 只是这一瞬间 市政厅顶楼幸存的十几人 眼睁睁看着市民会馆 和逃难至此的200多人被海水淹没 其中就包括先麻衣一步 逃进市民会馆的伊藤 原本今年夏天 他准备跟男友举行婚礼 但是悲伤在此刻显得一文不值 因为东日本其他地区的人们 正在遭受着同样的劫难 2011年的日本海啸让人有多绝望 这些景象似乎只在科幻电影上看到过 但最恐怖的还不止于此 位于福岛海边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被海啸淹没 发生了核泄漏 这万恶之渊 彻底加剧了这场悲剧的惨烈 距离福岛核电站不远处的南乡马市 有人拍下了海啸降临瞬间的恐怖身影 或许如果不是海啸来临 这样的景色应该是绝美 而发生在悲剧之上的悲剧 是眼睁睁看着明明有救的生命 在眼前眨眼间消失 消防本部から消防ヘリ福島 消防ヘリ福島です 我只能拍摄影片 我只能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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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久久不能言喻 此次地震 共造成一万九千五百三十三人死亡 两千五百八十五人失踪 几万人的房屋被毁 流离失所 海啸过后不久 一场鳄猫大雪从天而降 让这些失去亲人 失去家乡的人 更加感觉凄凉无助 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 人类本就是弱小无助 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 数十万同胞遇难 几十万人遭受灾难的无情打击 可是灾难无情人有情 愿这些遇难的人们 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得祥和平静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关注我下期不见不散